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上老大一直是哈佛H6 并且H6最近还赢了一次大的换代 所以它可以算作这个级别的标杆车型了 然而标杆的作用就是让人去追赶的 目前就一台强力有力的车型 在产品底上很有希望挑战一下H6的标杆地位 它就是有合资SUV头等舱自称的东风日产 启程新 这个级别的SUV一定是家用为主 而家用车舒适度绝对是排到第一位的 这一点深得明信的哈佛H6还是做的相当到位 你看我那种身材做到前排来 首先椅垫很软和 第二呢 腰部肩部的这个后背的包裹做的都非常到位 后排同样座椅非常的柔软 并且椅垫很长 后面的靠背呢没有这个包裹的感觉 一个大平面 但是靠起来仍然是比较的舒服 腿部空间前排是我的驾驶位置 我还有一拳两拳整的腿部空间 所以紧凑性SUV来说相当的不错 唯一的一个槽点是后排的头枕虽然也很软 但是它这里有一点顶我的脖子的这个地方 显得不是很舒服 但是总体来说H6对于舒适性的把握还是相当的到位 启程新在舒适性方面的表现呢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首先前排它有座椅加热和按摩 座椅按摩在这个级别可不常见了 这个副驾就更厉害了 因为它是一个女王副驾 它能一键放倒 这里还有个腿拖升起来了 它能完美满足一个新好男人的所有需求 不仅能让媳妇坐得舒服 更能让你等媳妇的时候自己也能享受享受 后排座椅仍然是继承了日产大沙发的风格 坐上来呢扑翅扑翅的非常的柔软 同时头枕是带有航空式的这种夹紧的 这样靠上来就很舒服了 座椅靠背带有27度和35度两段的调节 这是比较值的 好 然后这是放倒的 轴距2756毫米 我的腿空间两拳以上 所以如果H6的空间以及舒适性 是这个级别一个比较传统的标杆的话 那么启船新作为一个后来者 它的空间以及舒适度的表现 明显是要强于H6的 动力也是这个级别非常重要的一点 哈佛H6的1.5T放动机 100兆9马力285牛米 是这个级别最主流的动力水平了 其实我踩起来 涡轮起进之后 这个动力还算是不错的 很符合我们对1.5T这个放动机的预期 多强不存在 因为上面其实还有2.0T 但是日常超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这个放动机有两个小问题 一个是低扭相对比较弱 日常的频度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要上那个地库的大上坡的话 你必须油门踩多一些 第二油耗不管是用户口碑 还是我们这几天自己开的 说实话油耗相对比较高一些 剩下的部分悬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既柔软也有很厚重的高级感 这个悬架调教绝对是这个级别 首屈一指的水平 转向本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方向盘的角度有些奇怪 太过于倾斜了 并且缓身比较细 手感着实一般般 相比起来起身新的动力显得更加的时髦 同样是1.5T的放机 但是匹配了同级唯一的48V轻混增压系统 这辆功率190马力 峰值扭矩266米 踩起来绝对的动力感受和H6不相上下 涡轮起进之后这个动力来的还是相当的迅猛 并且因为加入了48V的轻混系统 整个车的电气化能力是大大的增强了 比如说它能实现怠速的滑行 以及起停介入的时候更加的轻柔 同时还对燃油经济性有所帮助 这个车的官方工程部的油耗是6.1升每百公里 起身新的动力看起来还是以平顺性为主 涡轮介入的并不明显 整个加速相对来说还是很线性的 悬架在面对颠簸怒断的时候 和H6的表现非常的相似 同样是很舒服很柔软并且不失高级感 总结一下不管是H6还是起程新 它的动力表现都在我的预料之内 都是符合我们对一个1.5T放动机动力的预期 但是它们两个的悬架表现说实话 有一些超乎我的预料 不管是舒适性还是高级感 我感觉都大于等于20万级合资车的表现了 比如说安排免CMV、RAV4调教 要显得更加的老道一些 这一点就要强烈点赞 来完舒适性和动力性这两个硬指标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级别的车 近一两年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科技型配置 因为你会发现2020、2021年发布的19万的车里面 各种屏幕、科技型配置都是堆的满满当当 这台H6也不例外 首先前面有一个10.25英寸的夜景仪表 中间还有一个12.3英寸的中控大屏 这台顶配置型有360度的3D环影 这边有全速度的ACC 前面还有抬头显示各种手机映射等等 配置已经堆到了合资车型的三四十万的水平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过于依靠这个屏幕 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 比如说我想找座椅加热 在空调的界面里面它居然是没有的 怎么办呢 我通过苦苦的搜寻在这上百度的帮助 发现你首先要进入一个二级菜单 然后车辆设置三级菜单 座椅设置四级菜单 才能找到这个座椅加热 我感觉我的智商被侮辱了 启程薰则采用了一个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和15.6英寸中控竖屏 内置启程制连系统CCS4.0 功能包括智能物联 汽车云支付 组队出行 出行服务 在线视频和车内K哥等等 同时还有3D AVM无盲区高清全景监控影像系统 全数段的ACC AR导航等功能 所以说启程薰和启程薰在科技性配备方面都可圈可点 都能提供比较跨级的配置体验 配置这个东西谁用谁知道还是越多越好啊 长久以来 哈佛H6都是国内SUV市场的销量冠军 卖的好的车一定是均衡的车 H6不管是空间舒适性还是动力 以及车机配置方面都让人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 再加上更大的知名度和保有量 让H6成为这个级别一个不会错的选择 而东风日产启程新则更加聚焦这个级别的关键痛点 乘坐的舒适性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带48V系统的动力读书一致 科技性配置呢也可圈可点 整体产品力和H6已经不相上下 甚至在不少方面已经明显超越 是同街SUV里的一个实力车型 绝对值得这个级别消费者重点考虑